美国麻州的这一家面包店人来人往 经营近20年来 这里的麦片更是招牌产品之一 说的便是这款那下巴古麦 材料上标签写明 有麦片、全麦面粉、黄糖还有爱 你没听错 就因为把爱纳为材料之一 结果面包店被美国当局盯上 食品药物管理局发文告声明 各项材料必须以常见的名称写明 可是爱并不是普遍或是常见的原料名称 而且被视为干扰原料 食药局也同时指控 店家的清洁和消毒程序不符合规定 迫于无奈下 店家只好将所有含有爱成分的产品更换标签 但叫老板不满的是 过去20年都秉持这种传统 消费者看了标签练名爱都会会心理笑 如今烘焙是用爱来烘焙 竟然也触犯条例叫它无语 这起事件传开后引起巨大回响 有的人力挺店家抨击执法当局 矫枉过正多此一举 但也有人却支持当局的做法 推动有很多东西有特律的东西 如果病毒的体验 有更多空缺的东西 我希望大剑的医院 使用更多空缺的东西 在其他东西 比较多时间 像重处的东西 正当相当这种传统的 传统的 很明显的 爱是正当的 他们做的 这种创意的行销手法是否人人受落 真的见仁见智 但说到底 与其让爱停留在标签上的字眼 烘焙店更应该诉诸实际行动 做出更优质的产品 相信顾客也一定能感受到烘焙师的爱心与用心